你这个门门干的厉害 可以 青岛港一提 无常杂串没不知道的 是吧 有这么特别啊 你跟你们那几个大姐都长得非常漂亮 你跟你们说说 你这血都是跟磨了蜜似的 就说过年话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青岛 我是你们这一次的美式带路人 我是文哥 然后在这边咱们查到有一个开了很多年的杂串 今天得过来吃一下 无常杂串 你好 可以在这吃了行吗 可以 我就在这自选就行了 这个小店外面看很小 里面很厉害 里面一看挺干净的 全是不绣钢 都在这忙活着 这一份一份的 青岛是一个青坊城市 我们这靠港口进 我们大部分的上一辈的老人 尤其是女的 大部分都是国民厂什么上班的 织布女 好的 谢谢 这个无常杂串 为什么有名 我感觉大是有点叶色的 不管什么东西 三块钱一根都特别特别大 你看 咱们前面走过的那几个比较有名的杂串 有的做的非常漂亮 跟画一样 有的杂串是粘土酒 炸的什么肉味暖脆 这个无常杂串 我感觉这里面最大的 真大 这杂串模样是不俊 真的不俊 口感不错 这个店据说是在地摊干了二十年了 然后自己找了个店在这干了三年 这个大街在这炸串炸了没有几千锅也差不多了 无常炸串 炸串 炸串豆腐 炸串电餐 大概是第一次见这个 他就不怕把这个东西揉进去 坏了一锅油 对直观的特点就是醋 这个醋肉配上它特质的酱 这个很好吃啊 每个炸串店对自己特质的酱 酱料 你怎么吃也是那个味 美食主播就像是说的 软烂入味 炎炙 就那么是 主要看你们该吃 哈哈哈 你看新闻 征导平上的特大城市 市区人口要带五百万人 才能是特大城市 这啥喜讯 我们这边房子结绑了 你可以随便买房子了 我瞅你们该对了个俩钱 我只能随便聊点这个 炸串 哈哈哈哈 美国有剑影 这奥斯卡奖来 炸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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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语 炸串 炸串 老年了 你想脱单 你想迎来你的春天 你得多研究这些小女孩愿意吃的东西 很短几钱吧 我能跟你好朋友吧 带着一小姑娘上啤酒屋 啤酒一上热 为了体现你闻哥的好爽 你闻哥拿起嘴来 咚咚咚就干了 真大人了 我是年轻 我那朋友比较狡猾 人家没干 人家从兜里掏出两根吸管来 以后人家的小妹就跟她走了 你们知不知道 听到小妹最喜欢吃的炸菜在什么地方 你给闻哥留言 因为你想知道这个店在什么地方 别忘了 吃货打航头在上面搜 你知道怎么找吃货打航头吧